大家早安 又是你們最喜歡的出國連載 你為什麼 穿這一件啊 不是只有我們兩個穿 它也有 大家不要誤會了 我們有三件 你快點穿上 你不要害我們被誤會 快點從你穿上 我們很可愛吧 我們穿一樣的 這是我們要去的是冰島 真的是一趟既其他又怕受傷害的旅行 很少出國前會那麼興奮 我今天早上 等你玩心裡 然後就 你說你自己一個人在家這樣嗎 你也算是有病耶 我覺得我們的行程 行程模仁在此 它把它弄得非常緊湊 還好吧 像我們每天都八點前要出門 嚇到了是不是 每天都比上班還要早起 大家都說冰島的天氣變化多端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樣的行程安排 自求多福啦 我們每個人的行李箱 出發前就已經大爆滿 我裡面的泡麵也碎了 甚至搭的是華航直飛英國 到了英國之後再轉機到冰島 我大概十個月前就買了 飛英國是兩萬二 其實如果大家是冰島的話 就是在歐洲找一個點 台灣有直飛的地方 找到一個最便宜的地方 維也納搞不好一萬九啊 或哪裡 再到那邊看 也沒有維也納到冰島的連架航空 總之我們自己其實也很緊張 很多的未知數 你們期待我們也期待 25公斤 你帶了什麼啊 妹妹 妹妹在裡面嗎 出來 這是帶一個派報小童出國 要蘋果日報嗎 今天不用 蘋果日報了 我們已經在登機門了 雖然你們影片秀一下 我們就到英國了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展開13個小時的飛行 我們就吃個13個小時的 就看我們搭飛機 你陪我們一起搭 送包小童不要鬧了好不好 蘋果日報報 還是要一周看 蘋果日報報報 然後現在已經飛了6個多小時 進行到飛機餐的第二餐 要不要抬皮一雷冠 我覺得一打可以 剩下最後一個小時 我看完了八集 你的孩子不是人在那裡的 三不定 到了 我們到了 經過了13個小時 我們抵達了大英帝國 為你們介紹一個新角色 我大學同學 車車姊姊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現在異常的精神很好 我好像非常可以適應飛機上的生活 對 我們那種常出國了的生活 我沒有 是他 我們現在是另外一個機場 因為我們明天是要去那個機場搭飛機到冰島 所以我們今天會在英國先睡個晚上 明天的飛機去冰島 在冰島待6天之後 再回英國待3天 我們到了英國之後 發現沒有人知道要怎麼去我們現在這個飯店 沒有人查喔 有 我現在在查了 只看我們在查怎麼去飯店 我們今天在英國 你講的好像在日本 簡簡單單我不敢信 我想說跟你們出門 我就很放鬆啦 太鬆了嗎 我不喜歡人家那麼鬆 我們剛過完英國的海關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會問什麼 他只問我說 我會在英國待幾天 他說我來英國幹嘛 然後說去冰島 他說冰島很冷喔 你就說 Not your business 你是一個人來嗎 有買回程的機票嗎 他有問我職業 你就說那個 占星師 好像國師喔 大家參考一下他會問的問題 自己準備一下英文的回答 我們落地的機場是 蓋威克機場 我們先要朝著搭火車的指示 到魯頓機場 因為我們明天飛冰島的飛機在魯頓機場 所以我們飯店也走在魯頓機場旁邊 我們搭著魯頓機場的火車 四個人要7400塊台幣 真的嗎? 我先回家 今天第一天一萬塊翻掉 其實沒有那麼貴 我們剛剛不小心買到頭等艙 正常來說只要28.8塊 所以你們可以在這種機器的自己賣票 買完後你會得到兩張 一個是收據 一個是車票 我居然在英國的地鐵 我好像在哈利波特 我覺得自己帥爆了 我就第一次來英國啊 我很興奮啊 因為自己來 你會在那邊挖挖大廚 火車裡面長這個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賣鐵路便當 它是沒有對號坐的 就是上來自己找位置坐 在火車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次買的網卡 我們是在威力網卡買的 威力網卡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小雷工廠嗎? 對!它叫做威力網卡 它提供了一次VoldaFone的電信 購買連結會放在資訊欄 你們自己參考 經過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到達了魯度 現在氣溫大概是14度 在台灣就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天氣 沒有電梯傻眼 你看看這個25公斤的孩子 生我一個專業的人 沒事沒事 旅程中就是要有這一點精心 等一下也可以幫我搬吧 我手扭到 大杯子 現在是英國的晚上6點半 到今天的第一個飯店了 OYO 去魯頓火車站走路不用5分鐘 到魯頓機場搭公車15分鐘 一個非常簡易的大廳 你各位啊 這好像是沒有電梯的啊 小美美這個走廊好恐怖喔 平假只是為了睡覺的女怪 真的是為了睡覺而睡覺耶 這電風站不會太復古嗎? 算了啦 反正我們在這邊也只睡6個小時 這一定有殺過人 那種我們醒來 然後整身都會躺在血水面 然後發現你器官被取掉 都長這樣 人家也是有大理石的這個裝置 我要被你說 你看這個血跡 嚇到我 真的嗎? 不知道要講什麼 放完行李 我們立刻到超市採購晚餐 他們的微波食品很便宜耶 這樣才不到100塊台幣 這麼大一個微波披薩也才100塊 這裡的商店是沒有微波爐的 大家自己要確定一下飯店是有微波爐的 這個傢伙很好吃 台幣大概40、50塊而已 它就像是奶酪的東東 我們剛剛吃了微波食品 好吃的披薩 我們請專業的來 這有點像是佛卡夏 噢? 那是什麼? 一種麵包然後裡面會加香料 專業的你看吧 原來是麵包啊 你加麵包 我們在英國的第一碗 就用超市的食物 簡單解決一下 但出物料的我們覺得還不錯 這樣的價格 可以輕鬆解決一頓 看一下我們的行李 裡面全部都用真空袋裝了 但是還是爆炸到不行 一打開行李先嘆氣 如果有時間我再做一集 怎麼樣收冰島的行李 以及去冰島的注意事項 好嗎? 現在我們要準備睡覺了 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半夜2點50分 小妹妹你在幹嘛 你的行李箱沒事吧 現在準備要去搭前往冰島的飛機 Excuse me Good morning 因為這間房間是重重訂的 現在來跟大家說 五個人多少錢 兩間房間 一間三人房 一間雙人房 2777 一個人500多塊 你說值不值得 你一直是一個 凌晨要去趕飛機這樣睡一下 因為我們兩個的身價 我們有需要住到這種嗎 欸 你們的身價就是這種 對 我想也是 外面的車 紅 然後那個 水的聲音 然後那個床陷到 我以為我要掉下去一樓 我睡前 然後迷迷茫茫的說 我以為我睡在掉床上 住這種我們也可以笑成這樣 超獨立的 我們要搭巴士去魯頓機場 一人票價2.2英鎊 滿便宜的 坐滿了英國人 抵達魯頓Airport 先來漢堡王吃早餐 這邊非常的流行自動點餐 整個歐洲應該都是 我去法國的時候也是 這種我就不教了 你們自己可以吧 不要講這種話哦 你是不是想要有黑粉 Ariel態度有夠差 很方便的是可以用Apple Pay哦 台灣應該也要跟進 英國人的動作特慢 大家千萬不要悠哉的在那邊吃早餐 我們剛剛check in 完之後 他叫我們到另外一個櫃台 然後他就蓋了一個張在我們的機票上 我解釋不了 因為我不知道他蓋這張幹嘛 你這段可以不用錄 就聽他的話 他叫你去拿你就去拿 剛剛檢查手提心理卡超久 大家一定要記得B一定要拿出來 他們是真的檢查的很仔細 所有的保養品都要裝在後面的夾電袋裡 很麻煩我們差一點趕不上飛機 大家都跑起來了對不對 因為那個海關真的過太久了 他整個路線的流程很不順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抓一點時間去過海關 搞到一個被Final Call 終於順利的要飛冰島啦 我們搭的是聯航 Wiz Air 來回行李20公斤 是4000多塊台幣 早上6點多的飛機 各位觀眾 抵達冰島啦 現在是3度的氣溫 準備拿行李了 你們人品好不好去看這一次 有太多粉絲跟我說 他們到冰島之後行李沒到 所有人順利的拿到行李 為什麼他們的太陽搞得像夕陽一樣 現在不是早上9點嗎? 我已經沒有辦法講話了 這個太陽好夢幻喔 多分喔 先不要 有一些租車公司會把櫃台設在機場 你是訂到那樣的租車公司 你就到機場櫃台報到就好 那因為機場櫃台不夠大 這公司又是新家 他們統一會有一台 car rental的shuttlebox 來機場站 然後裡面應該會有 各式各樣的租車公司 我們這次租的是 ice rental car 冰租車 就會搭這樣的巴士去租車的地方 我們就是第四站 你就是旅程會走錯的那種人 抱歉我們是這個 ice rental car 首先你們要先記得去護政事務所 護政事務所 監理所 政機結婚是不是 抱歉 首先你們要記得去監理所換國際的駕駛執照 200塊吧 我們要記得帶兩村照片去換 汽車駕照也不能過期 國際駕照跟台灣的駕照都要帶 如果你被零檢 兩種都會檢查 肚子你這樣怎麼那麼帥 那我這邊就先死賴 我不想開車 大家不要以你就是出國人數就訂車的 因為你要記得你的行李 這體積大概也是一個人 他會簡單的叫你寫一下基本資料 這個是小妹妹在澳門 跳甩收舞扭到的沙龍趴斯 到底誰彎甩收舞可以扭傷骨頭錯位 因為保險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登記一個駕駛以上的話 多加一位駕駛的價錢 一天是800塊克朗 大家上場加購保險 在冰島很容易起那種莫名其妙的風啊 甚至有可能會把車門吹壞 然後整個車體刮傷 那我們覺得跟住車公司買保險是最保險的 你就不需要去額外跟你另外買的保險理配 來來回回的你可能會花更多時間和你更多錢 當然這個錢會貴一點啦 但是省事嘛 我們就怕麻煩 一天的保險是差不多台幣1500塊 一定要保這很重要 我們注冊是2600台幣 一天是3714 再加上保險 所以一天大概要5000塊 我們就是五個人嘛 所以平均交通費就是一個人 基本就是一千起跳 人多的話要租車OK 好羨慕你可以在冰島開車 你好可憐 來冰島沒開車就沒來一樣 其實也沒關係 我也想要沒關係 跟廢物一樣 我們大概耗時了一個多小時 他也沒有跟我們對車子 因為我們就買全額保險 看都不看 我等一下心裡那種摔的 門那種摔的 我等一下騎我就先踹保 你就停柱子旁邊 撞開 再來就是我們的車 浮絲九人柱 還是建議大家花一點錢買全額保險 也不會被租車店的為難 有些無良的租車店 如果你不跟他買保險 他就會為難你 好是那一台了 亂搞 租車人指這台的 好抱歉我們剛剛講錯了 來大家跳一下 123 欸是這一台各位 後車箱超大 快百麻將桌 大家我們好像租太大台了 前面駕駛還可以坐三個了 那我們跟各位建議一下 如果你五個人來大概租七人座就夠了 為你們踩雷是我們的榮幸 我們有五件大行李耶 七人座會夠嗎 我們就奢華之旅啊怎麼樣 賽事出發啊 好可怕啊好可怕啊 等一下那個圓環往左 冰島是左架 方向跟台灣是一樣的 我竟然真的來到冰島 我在冰島開車耶天啊 好羨慕你 這麼大的車開起來有什麼不一樣嗎 直接不要吵 他沒有辦法講話 現在是早上10點半 先去Costco採買 採買完之後我們就要下火山 好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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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啊